无中生有的魔术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解密一下 一个空的圆筒是怎么变出小鸡的 仔细看 摇晃一下之后 刚才是空的圆筒 现在咱们看一下 诶 里面竟然变出了一只小鸡 可以确认一下 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黄鸡 它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 这个圆筒里面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机关 好 接下来给大家解密一下 小黄鸡其实本来就藏在里面 这个圆筒里面还有一个夹层 把这个白色的放进去 小黄鸡就已经藏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 观众以为圆筒里面是空的 在打开上面盖子的时候 顺便把夹层拿走 小黄鸡就这样变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 大家自己可以在家里动手制作一个 看懂了赶紧动手试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